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胡宇威首铺追陈婷妮过程 相约藏爱连父母都不知 胡宇威今年1月13日宣布 向陈婷妮求婚成功 两人藏了8年的恋情也终于曝光 公开之后谈及另一半都大方许多 胡宇威近来为宣传八大亲爱的亚当接受专访 也分享追求陈婷妮的过程 笑称 算是我主动了 一方面两人都有默契 但总是也要有人主动一下 又单引号 清剧中胡宇威对曾佩慈一见钟情 首次交谈过后就向对方要电话 他笑说角色追女生的方式和自己最不像 他超直接 我满佩服他的 自己也从未有过一见钟情 至于自己如何追陈婷妮 他透露 也是先要电话 其实很传统 以朋友的身份先聊聊天 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感情慢慢堆叠上去 就觉得两人个性还蛮搭的 至于八年来一直都否认恋情 他说这是两人的共识 不想把感情放在前面 工作比较重要 又单引号 胡宇威剧中遭到妈妈周单为各种规范 要把他打造成完美接班人 甚至不能有悲伤情绪 他提到自己成长过程也有受到父母限制的事情 但是是因为幼时家境不好 受到一些物质上的限制 妈妈一直记得他大约三 四岁时 去到卖场有想买的玩具 但拿了一会儿主动表示 但是我们买不起 就自己放了回去 让妈妈相当心疼 至于谈恋爱是否也会受到限制 他笑说 肯定有啊 父母会想要我们先乖乖读书 但也不是那么严格 只是告诉我们责任在于你 你要负责自己的未来 因此小时候谈恋爱 都等到分手才告知父母 至于和陈婷妮的恋情 何时让父母知道 胡雨薇想了一会儿笑说 过太久了 但也是等到稳定了之后才跟他们说 大概快一年 又单引号 胡雨薇在清剧中人设完美 和他在粉丝心中的形象一样 尤其参加全明星运动会后 让大众看到拍戏以外还很会运动的一面 但节目后期他脚伤 无法为团队提供力量 他坦言当时情绪很低迷 但大家要他一起留在场上 当大家的精神领袖 他一开始自认没有太大帮助 但钱维娟告诉他 你在的时候大家真的表现比较好 才给他很大信心 请不吝点赞気